好,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打了广告的 好,那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莱莉沃沃斯德 好,我现在是沃沃斯德,人力资源经理 其实刚才今天问我,我是不是HR 我跟他们说我不是HR 就是因为这个人力,其实这个我做的是Resource Manager 这个在我们公司也很难翻译 这个职位也是只有我们公司会特有的 好,言归正传 我叫孙晨,我是一年西电毕业的 我到现在进入工作室第八个年头了 也是一个三岁小孩的妈妈 然后我这八年里面呢 做了从QA到开发 到这个Tag Lead 我们可以理解是架构师或者说这个技术管理者 然后到现在Resource Manager 然后这个里面的故事很多 然后我事后慢慢给大家讲 但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其实我刚才讲到我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嘛 然后这里面有多少是已经是妈妈的人 可以举个手吗 好 好,那我超级飞侠你们都听过吗 是一个动画片 它是一个讲一个有一个超级飞侠战队 里面有很多这个机器人飞机 里面但是也很有特色 它也有男有女 然后我女儿特别喜欢这个动画片 我经常跟他看 非常应景呢 今天早上他问我说 妈妈,为什么超级飞侠里面那么多男的 只有两个女的 他经常问为什么 我都会给他解答 但今天这个问题我真的 我总会给他答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很应景地就分享一个数字 就是说有个report说 从1990年从事IT行业的女性 从35%降到现在的26% 而随着这个准备的上升 它的占比会更少 那甚至全球29%的男性 以及27%的女性 认为女性是不适合工作的 那么我觉得这次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意义 也给我们现在还在从 现在在从事计算机相关 这个IT相关 这个行业的女性 我们来讲 谢谢 好,言乖正传 这个我是11年 那个毕业了以后 我就去了北京 然后在BAT的一家公司里面 做这个QA 其实我当时去了 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 并不会学习跟测试相关的东西 但是我们当去了这个公司以后 就直接有一个师傅带着你就直接上项目了 那我们当时我一上项目呢 我测试的那个模块是后段的一个 比较底层的那种通信模块 然后用的就是Python 那么我刚开始测试啊 包括大量环境什么的 就师傅给我一对的脚本 一会是BAT 一会是Shell写的 一会是Per写的 那么我之后就还要有Python 那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呢 我就是要快速的去用他们给我的东西 去完成我的这个工作 对吧 但是这里面你看Shell 这是很多啊 像这个Shell啊 还有像画幅一样的Purl啊 还有我们要开始做自动画的时候 Python啊 这些突如其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说 我要快速的能知道 我对这些东西 要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我就是要快速的去掌握它 能适应 能胜任我这个现在要做的工作 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呢 我用这些脚本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会发现上面有很多问题啊 这个脚本它改一个 然后保存到它本地 然后我才用的可能是老的版本 那我再自己改一个 就这个版本没有管理了 那它就也有很多问题 这个东西上手也很快 上手也很慢 扯门也很高 扯门也很高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以为我们是QA嘛 还有很多这个 很多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像我们对口的开发呀 还有一些做前端的同学啊 就说你来帮我搭一套环境吧 我就刚开始呢 就是我用这个脚本去帮他们搭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的工作量很大呀 然后我就想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一下 后来我就做了一个测试平台 这个测试平台里面 可以自动搭建环境 可以自动做线上检查 可以自动做这个性能测试 那之后呢 再有人说来找我说 你帮我搭建环境嘛 我就把这平台给他 如果说你给这个平台 还不会用 那你就可以 离开这个公司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就开始发现 代码是一件 挺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我写出来了以后呢 我可以带来实际的收益啊 我可以降低我自己的工作量啊 是吧 这么多人找我 我也不能说不给人家干 但是我现在给你一个链接 这个事就干成了 而这个时候我又释放了我自己的很多的时间 我觉得代码挺有意思的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 我觉得在做QA的时候 代码是能减轻我们工作量的一个工具吧 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在学校我们虽然学是计算机 但实际上对写代码这件事情 不是特别感兴趣 然后到了三年之后呢 就是我有一个机会要回西安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阶段 这个时候呢 我要不要去换一下这个角色 既然我对代码还挺感兴趣的 那我何不就走在写代码的最前面嘛 那我就去做个 能不能去做个开发呀 所以在我14年回西安的时候呢 我就说 我想趁这个机会 刚好我就去转一下开发 其实我也面试了几个不同的公司 大多都会觉得 你之前也没有这个开发的背景嘛 要不你来做QA嘛 我说 那还是算了嘛 然后后来我就面试我现在的公司 我还记得当时面试的时候 其实面试结束了 然后当时面试官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这种从QA转到开发的例子也有 那那个人 当时花了两到三年的时候 能进入这种角色 但是他说我相信你可以 然后我当时就心里想 我也就做给你看看 看看我用几年 然后 那看一下这个时间 我用了不到三年哈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里面第一次就是说鼓起勇气 第一个是 我第一次觉得 我想做一下这个角色的变化嘛 其实我 我虽然知道做开发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要真正去做其他问题可能困难也会很多 但我还是决定去尝试 第二个 还有想讲的勇气是 我是一个 语文和英语很差的理科生 所以其实我当时投了很多公司 我没有去考虑 现在这个公司主要是它是外企嘛 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也不好呀 我这个去外企怎么整 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求职的挫折 我不得不我去试一下 那我记得我上班大概就没多久吧 就前两个月吧 然后我们那个项目 我做的那个项目是一个澳洲的项目 离岸在我们西安在去做的 然后那项目上有一个客户 她是一个澳洲人嘛 她是常住在我们那个办公室的 我们那项目上就四五个人嘛 结果有一天好死不死其他人都请假了 就剩下我和她了 我们那个办公室的环境 那这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桌子 然后她就坐在这边 然后我那天一上班 我就坐在了那边 然后呢直到下午下班 我一句话都没有跟她说 后来我回去我也觉得压力很大 然后还跟我老公说 我说这个怎么办呢 她就说你就跟人家秀吧 然后第二天 我们当时的那个团队的听力地说 据说昨天有人反馈说 你一天也没有理那个客户嘛 我说我想要不要是不是要把我Fair跳 然后她说 从今天开始 两个之后你就跟她Pair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Pair 就是在Solos也有这个Pair的文化 然后我就去跟她一起Pair了 那我就时不时跟她笑一下 OK那你要我跟她Pair 但是也不只是说你这个应该要跟人家有一个沟通 你还要在技术上去给人家秀 对吧 就是这个 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我还是相对比较有安全感的 我觉得来到Solos 我来了以后又读了很多这个英文的文档 然后看了很多都是英文的东西 然后让我有了强烈的这种不舒适感 然后只有在写代码的时候 就是我唯一感觉到还是舒适的地方 然后我就跟她在一起写代码 然后我写完了我就跟她说 This That OK 她说 Awesome 这个Awesome其实已经是澳洲人对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了 然后我当时也是被鼓舞了 后来因为这个问题呢 其实当时跟她每天这样不停地开始从脑子里一直做到下午 然后密集拍了两个周 效果还是挺有的 然后后来就说到这个做开发的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之前提到过 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以前在北京背一踢的时候 我做的是后段C++的某块的东西 包括写C++ 但是来了以后发现 其实我们公司做的很多的业务这种传统的这种web应用嘛 其实这个跟我之前的那个业务领域支持也差了很多很多 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去做了一个Ruby的工程师 然后后来Ruby的项目结了 又做一个前端的JS 好 前端的这个结了 然后又开始要做一个后段的Scala 而Scala这个语言呢 在我们公司当时也是文Scala色变的 就是一听到Scala就说 太难学了 然后后来还有做了Java 专门还有很多什么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技术站 当然这个里面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我看不只尝试去做这个开发 甚至在尝试去做一个全站的工程师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跟AWS相关的一些跟Divogues相关的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在不断的切换这个技术语言 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并没有觉得说很辛苦啊 这个高手学怎么又要去做那个 但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总结出来一个就是这个做技术 或者做开发学习这个技术的一个方法 一个点线面的这种方式 比如说做Scala的时候 或者做这个Java的时候 刚开始修起他的语法 然后开始尝试去读去洗的 然后在看他的生态里面有什么样的框架 用这个框架的时候再去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跟这个框架相关的还有什么样的框架 那它之间呢对比是什么 就通过这样的学习方式 你会觉得你会后来会发现 不管是做Ruby做Java做Scala 其实真的都是一样的 那语言呢真的就变成一种工具 好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在我做了这个开发一年多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 就回答刚刚那个问题 就是说我是多长时间进入这个开发的角色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最多就是一年吧 因为我在一年办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团队的一个变号 我已经开始尝试做那个团队的体力的了 然后这个里面就会又让我开始有了 一个新的领域的认知和我自己的困惑 我觉得这个领导力到底是什么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 就是Lead by Example 我觉得这个之前的人做人看上去像是个 保姆像是个打杂的嘛 就是我帮着大家也要开会了 我就去开个会什么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迷迷糊糊的 也不知道这个让我去做这个team lead 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然后就在下一个阶段 就是这个16年的9月份 是我一个生了孩子 修了半年产假回来的一个时间 就是公司也很信任我 又让我在一个新的这个团队里面去承担这个team lead 和tech lead的这个工作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角色的认知 其实我之前我会觉得这个team lead 就是一个去打杂的嘛 然后后来我回来了以后 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次是说 请这个所有的team lead 要定期的跟这个组里的成员 有一个弯弯的沟通 每个月发生一次 然后我说好 我在那个月的最后一天 找了我们团队的人说 我说我问你三个问题 他说好 我说你在项目上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我一记录 那你下一步想干什么 然后我再一记录 然后我说那你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人家一回答 我在一记录 好 这一个人看完了 然后这就是我刚开始的这个做team lead的这个套路 但是后来这个时候参加了一个培训 培训 在培训里面其实有一点 我记得印象很清楚 就是对角色的认知 就是当你去尝试任何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 你首先要知道这个角色要干什么 它的职责是什么 但是就对这个team lead 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认知 有四个维多 expert 利益的 manager和coach 那expert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是这个团队里面的专家 当别人解决不了这个项目的问题的时候 你要能够来解决 ok 我觉得我以前这方面做的还可以吗 就是我这个 我觉得我可以想方案呀 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呀 我觉得还可以 那lead是什么呢 lead就是 我们要给我们这个团队设定一个目标 然后设定 正对这个目标 我们有一些什么可执行的计划 我觉得这个我以前是做的没有的 那manager是什么 manager就是 很多公司存在的一个经理 经理是什么 就是我告诉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不要问为什么 要这么分配工作嘛 我觉得也没有 以前我跟 我们以前刚开始做这个team lead的时候 我跟我们团队一起合作的时候 发现别人做的慢 好 你不用走了 我自己来做 然后coach是什么 其实coach 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当你的团队 你发现你团队认员存在能力gap的时候 你要能去帮助他 让他有成长 让你们这个团队都去成长 那这是一个team要做的事情 然后就说到这个coach这个事情 我以前也会觉得 你能力不行呀 你这个学习能力也不行 理解能力也不行 然后人家说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看 要学习要理解 你这个项目上存在什么问题了 你这个一个卡做到三天 做到一个礼拜年还没做完 这是不是开发能力有问题呀 你是不是这个学习能力有问题 接受新手能力是有问题的 然后我给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建议 我跟他在一个小时的这种沟通里面 我待会能说50分钟 到了结束的时候 他说好 谢谢 然后我就觉得 哎 好啊 他get到我的点了 那就回去就开始执行了 我发现其实人家 并不认同你的说法 就是带来的就是直接效果就是 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那这个时候 我就又有一个困惑了 什么就是有效的沟通 因为我 我已经发现问题了 我就跟他沟通 但是人家并不 并不听过的呀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公司又给我的一个新的一个机会 就是去做这个resource manager 其实刚才也提了 这个resource manager 一直也不知道这个中文 到底该怎么去翻译 因为人力资源经理 大家可能大多数感到感受是 他是做一尺儿的 因为这个角色其实只有在我们这种服务公司才会有的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他的职责是什么 他是把对的人在对的时间放在对的项目上去 那这个工作其实刚开始我为什么要从一个做技术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跑到一个做这个 大家看似是一个管理岗位的这个样子呢 刚才提到了我做这个team leader 或者是我跟人在team上相处的时候 其实是代言也能听到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我回想一下 从我当初做QA的时候 我跟每一个开发都吵过架 我甚至把我们当时的团队里面的一个很有资历的QA 感觉是我把他给逼走了 后来我又开始做开发的时候 我曾经把我们一个开发 就跟我一起合作的一个男生就说哭了 然后我觉得到了后来 其实可能刚开始跟我关系好 或者喜欢我的人 都慢慢开始不喜欢我了 然后这个不好的气息 甚至开始蔓延我在我的生活里面 就是我觉得我跟家人的相处也有问题了 我觉得他们好像也不怎么喜欢我 经常说话说不了 然后两个人声音一高就吵起来了 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个跟人的沟通是不是有问题 其实我当年 学计算机的时候 我会觉得是 为什么我想去学计算机 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 逻辑思维还不错 然后也不爱跟人打交道 那我就跟计算机打交道 然后我就选择了去学计算机 选择了去搞IT 后来就整整整的 种种的这种东西 我就觉得最主要是 已经造成我生物的困扰了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就是抛弃这个代码 我去人的世界里面去看一看 然后其实当时我刚做到这个职位的时候 他跟我第一个感受是 没有人能够告诉清楚 我这个职位 就是这个reserve money 到底要做什么 我就直接就上岗了 不像是我们这间做QA 有人会说 你要去测项对吧 然后做代码 你要去做卡 或者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但在这个职位里面 你会发现他的东西很琐碎 我今天要干点这个 明天要干点 每天的事情也都不要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对你的能力 是有一些别的能力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做TL的时候 我不知道TL是干什么的 有人告诉我了 你看TL的职责是这样的 有了对这个角色认知以后 我就觉得我做的还不错 那到这个新的岗位上也是一样的 第一个我用 就用过去的这种pattern 我就看这个岗位 到底他的职责是什么 然后他的角色认知应该是什么呢 我就先去给他列了一个提纲 我在我所有的这些 繁杂的这些工作 一天一变化的工作里面 我先去列了个提纲 说这个角色到底是要做什么 后来我就总结了说 就刚才的那句话 我把对的人 在对的时间 放在对的项目上 但实际上这个工作 大家会觉得 跟管理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对的人 就是我底下要负责 我要负责的人 是三百多人 然后在对的时间 放在对的项目上 我们的项目的种类 非常的多 业务也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一个团队的这种角色 也非常的多 比如说即便是开发来说 也有这种 架构师的 还有这种可能一般的开发 然后在什么样的时间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的设计 它东西有点多 就是这个 然后就是在什么样的时间 因为我们如果说 很多人在底下闲着 那是你的计划没有做好 对吧 就发现他其实除了 这个管理里面好像需要了我一些 很多其他方面的能力 但我当时我也说清楚 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但就能够一天一天去做 其实我当时我记得 我曾经跟我们 很多女生去聊天的时候 我说你这个 之后想做什么的规划是什么 大家都说说 我是想先开始做技术 做做做做 然后去做管理 然后我觉得我想问一下 现场有多少同学 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可以举个手吗 对 其实我当时大概也曾经这样想过 但是我我自己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包括我跟大家在沟通的时候 我会发现有很多人选择 我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有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技术太难了 那我要是一个女生 我能做多少年呢 那我做着做着 我觉得再换一个项目 又是不同的技术站 又是不同的业务 然后我觉得 那你看做管理它是通用的嘛 是吧 这个我就选择要去做管理 但这是大概有一部分人的这个想法 大家是这样的想法吗 不是这样的想法 就是你想去做管理 还有别的想法 还有 啊 我现在去做管理 我感觉做管理就是想想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对 就是 其实以前我们说 去做管理 包括我们大学的时候 说啊 我包括什么工商管理 那些东西很虚 然后其实我们当时觉得 很多人想去做管理 就是我 你看我在这边做的这个管理能力 我再去一个单位 我就直接可以用啊 对吧 这个就觉得我是可以积累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它其实跟我觉得 跟做技术是非常类似的 我从我做这样的一个团队的管理 和去做一个厦门的管理 或去做一个办公室的管理 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然后这里面 我刚才提到有一些 就是我要从法案 回到现在我要讲的这个里面 就回到就是刚才说 我要在法案杂的这个里面 我先梳理出来 这个角色要是干什么呢 第二个呢 就是有这个风险的这个 风险的识别 因为我们开始做跟人打交的东西 它的不确定性 就会比我们以前写代码 或者做技术的时候 会多很多 那这里面 小小的一个现象 发生了以后 你就要识别出来 它背后的信息可能是什么 就要提前去做这个风险的把控 它就是爱操心 其实我们之前 我记得我当时刚加入公司的时候 我们当时办公室的总经理说 当时为什么他会成为办公室的总经理 就是他爱操心 就是管理这个事情 就是没有清晰的定义说 你就往这个路线走 而是我们现在这个这么繁杂的东西里面 你什么都要管 所以爱操心 如果说有很多人说 我就是非常的不爱操心 那我真的觉得你非常的不适合这个管理 还有就是那个人为因素 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做了管理以后 跟这个人打交的地方 就太多太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要知道这个利益的冲突是什么 这你要做一件事情 这里面每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group 然后这里面他的利益是什么 跟你冲突的地方是什么 跟你保护的地方是什么 如果你跟他触碰了 你有如何可以用有说服力的沟通去 让他同意你做一件有利益 有损于他利益的事情 这大概就是我做resource manager的一个感受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在管理这个东西 它的空间非常的大 其实就像刚才说 他没有人告诉你你要做什么样子 或者你的职责到底是什么 那你可以在这里面 又可以做到这么低的 也可以你做到那么高的 你在这里面可以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一个点 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我这个责任是要在对的时间 把对的人放在对的项目上 那这三个对其实对我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对的人 我要对每个 我要对我们的三百多个人 每一个人都很了解 这里面的了解 包括他擅长的技术是什么 他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个人有什么样的诉求 那对的项目 我要对一个项目上了解 这个项目刚来的时候不是说 我这有个需要找到的项目 但是我说需要清晰的知道这个项目是要干什么的 这里面需要用到的技术点是什么 那在对的时间 就是我要进去全盘的去协调 让他们尽量在比较合适的时间 让这个人上这个项目上 而且这个合适就是双赢 第一个是这个人去了这个项目上 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 他对这个项目来说 是他能满足这个项目的需求 另外对这个本人来说 他也要是一个能有成长的 这才是一个双赢 所以我们总是在做这样不同维度的平衡 后来我觉得就是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这个管理以后 我觉得说这个 我不管我们是从技术转交管理 还是中管理做的什么样的职位 我觉得其实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岗位上 练究你的能力是什么 因为我们经常听别人家的孩子 就是有 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感觉 身边有没有这样一群人 就是说 他们觉得能力很好 他们做什么都很好 有吗 有 是吧 那这样的人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可以说 他是能力强的人 那这个就很抽象 那这个就很抽象了 讲到这里 我如果说我就要就结束了 说大家以后不要care 你做的是什么样的职位 只要你变成一个能力强的人就好 大家会觉得你姐姐在这儿是个骗子 这么长时间讲也是白讲 好 那我下来就讲一下这个 后面会给大家讲 比较把这个抽象的概念 稍微具体一点 看什么是能力强的人 那说到这个能力就是 我们以前经常会有一个感受 我说我希望可以很充实 我希望每天都可以比前一天有进步 那我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比如说我每天就去看书 我觉得我今天知道了 比昨天更多的知识 那我觉得这是 我是不是在进步 但是这种不是一种进步 这只是一个能力的知识的增长 你没有把这个知识 运用到你实际的项目中 没有把它收获成的能力 都不叫你在进步 那这个能力呢 是要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 才能去增长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想做个游戏 大家有人愿意参加吗 可以站到前面 或者都上来吧 好不好都上来 我们分成两个组 一个站在那边 一个站在这边 这边大家起来逛一个 对对 因为我感觉我讲的这个东西也很抽象 他担心大家听着 听着这个歌感觉就是要睡着了 你前面这样一盘 那边这样一盘 可以放在这边 没关系 好 这样好吗 就我们分两个锅吧 前面这一锅 然后这个一锅 再过来一点到前面来 再扔吧 也可以啊 站在台子上面 我要后面两个部分 就站在这边不要动了 然后大家可以站在前面来 再上来 回到前面来 好像舒展有点 好 再上来 好 可以 你们两个一上去吧 你们两个上去 好像有点太多了 那你先下来吧 好 我现在要开始公布题目了 请大家排队 按照大小个 看你们两组谁快啊 你要排好了就快告诉我 从包到地请排队 排好了可以叫我了 我站这儿 好 来 上个 上个 你也要进行 你也好了 可以 好了 我们有什么都了 好 开心啊 好了 你们好了吗 好了 那你们先好了 他们还在继续调整 这一队人很多 但是我们还先排好 我们是从高到低的 挺好排的吗 好排吗 你们是怎么排的 很简单的对吧 有个算法好 这个 有人提到有个算法好 好 下一个题目了 挺简单的对吧 挺简单的对吧 有个算法好 这个 有人提到有个算法 好 好 下面按照出生的月份从高到低 汪 bicy基事情 一月份总 岁月 二月份 一月份 你再pt 第二 四 based 两州 十一 四 一 一边就这边 一边就这边 十一 十一嘛 两十周 我们好了 你们好了吗 都好了 你们是怎么排的 十一 十一 这边是大数 从一到十二是大数 这边是十二 然后再过来 十二 这次好像速度差不多 然后第三个题目 请按照你们的籍贯 由北向南 开始排水 这五十一 由北向南是组的 你不都可以 上面在那里面 下面在那里面是什么 中美 中美 北向南 北向南 hoje 有位置吗 有位置吗 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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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新疆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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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新疆 新疆港 陕西 你们陕西是怎么拍的 陕西 观众展中 观众展中 你们哪一生是观众的 全是鲜的 那你们南郊北郊没排是吧 这边可能要排到小区 那是鲜的 那是鲜的 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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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一个咱一个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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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一个咱一个 也都没排吧 好 谢谢大家 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才 那我怎么 然后你们先坐 回采访一下 有没有人帮我看着时间 别让我们超时的 我采访一下这个女生 你觉得你 觉得这个三次了里面 你觉得对你来说 这个任务的复杂度 是哪一个最难啊 嗯 是的 刚开始 因为刚开始没有 目的线 就是大家可能 都不知道怎么做 但后面好像 大家都就是 蛮迅速的 知道 哪个人 应该 不会有一个人站起来 然后 然后 问题 哪个是哪个 然后后面一个人 快在刚开始 的话就是 有一点 那就这次的题目 那就这次的题目 你觉得那个大高 排的 身高又高到低 开始要 用这个 极冠的南北去排的 哪 我觉得极冠 对极冠的 那你觉得 你在极冠这个牌势里面 你收过点 没什么知识吗 比如说新疆在西安的北部 什么 我们这里也没有新疆 新疆那个 对对 就是 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在我们第一次用 石膏去排的时候 其实很好排 对吧 然后你在这次排名中 其实也没收获到任何事 因为这个人 比如他比我高 那不用排 他也能 我们也能知道 这个知识 但是到后来 开始用这个 地域去排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就开始 变得不一样了 你甚至收获到了 别的知识 比如说这个新疆 在西安北部 然后甚至 因为大家都说 用西安整个杂端去排的 也没有看南北郊 也没有看地方 对吧 比如说丰城北路 是不是比南尔环北 还是南啊 这些真是 其实都没有发挥得到 但是这些 其实想讲的是说 其实能力这个东西呢 嗯 不是说我天天看出 就能看出来的 首先你需要在一个 特定的contact下面 就是想要 你要在一个背景下面 对吧 就是如果我现在这个 每天这个工作 就跟刚才大小哥排序 什么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这个 知道太多的知识 你也能就排了 对吧 你当你要 所以我们会把一个问题 或者一个contact的 这个复杂度 去做一个划分 那么你在越复杂的 这种环境下面呢 你得到这个能力成长 就会越大 能力不是看出能看到的 看出看到的是知识 我们把知识 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这个叫能力 好 这边有四个 比如说off-wares 就是显而易见的问题 显而易见的问题 就是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其实你有很清晰的方案 刚才第一个 我们要去拿大高跟 那个高低去排序的时候 这个问题非常的清晰 而且你也知道方案是什么 对吧 就是这里高那里低 他就排了 那比如说 我们做技术的 或者做测试的 我们用一个 Supreme Bot这个框架 去写个hello word 其实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问题 是吗 而且这个问题 其实也很简单 你去网上查 有太多太多 这样的资料 可以教你怎么用 这个Supreme Bot的框架 写出来个hello word 那下一个是Completed的问题 那就是一个 繁杂的问题 比如说 我们有没有发现 刚才这一队的人 比较少 这一队的人比较多 在我们用Gaudi Girls 排序的时候 这一队的人 其实排的还挺快 然后这里排的会比较少 但是当这个问题 一开始变得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月份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那个队会排得更快一点 因为这个对比身体量很大 对吧 你要去问的人就会很多 是吧 这个开始问题 就会变成繁杂 但它并不是很难 是吧 反正给我一点时间 我也能不能做出来了 那Complex呢 Complex就是 你都不知道 你有哪些不知道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我有一个Edgear 然后我们要去把它 孵化成一个产品 那这个东西 没有很多位置 比如说我想做一个 手机上的App 然后 因为我当时曾经办婚礼的时候 我在想 我要去找那个 要去找这个 我们有没有一个App 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流程 全部放在里面 我有什么改变 如果我真的想去浮化它的时候 那我 现在的做法 肯定不是我把修的工程 全部做好 把这个推上线 而且我记得早晨就是 我们的刘选 也是来我们公司的 他提到一个概念 叫MVP 就是我们会先把 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先做出来 做出来 我把它投入市场 就像说的反馈 然后再去不停地去做迭代 那么它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问题 因为如果我现在只是说 我要去做一个 就刚才我说的 跟婚礼相关 筹办相关的这个App 我感觉我好像 这个需求还 梳理得很清楚 但是你这个App 投入市场了以后 它的反省是什么呢 你能占到多大的占比呢 那别人是怎么想的 这些问题你都没有考虑 就你也不知道 别人是怎么想的 那我们就要通过这种 小不得去迭代 然后去做 追逐网上这件事情 那这就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问题了 那还有一种 很混沌的问题 举个例子 让你去研究一下 人类发展的史 它就很混沌了 这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依据到底是什么 对吧 其实我觉得我当时 在做resist manager 我也是一个很混沌的问题 因为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些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 有哪些理论 就可以去 可以去 方案可以去follow 比如说我把这个 对的人放在对的项目上 然后对的时间 那我有没有一个方案 网上有没有一个什么 framework 可以让我支持我做这样的事情 也没有 然后这就是问题的 这个复杂度的一个划分 如果你每天花了大部分 或者说你一年里面 都花了大部分的时间 在这个想而易见的问题上 那么你这一年下来 其实你的成长也是可以预期的 所以 我觉得可以多去尝试 做这种 这两个小限里面的事情 这样在这个工作中 才能得到一个真正的能力的提升 好 现在就是说到能力这个问题 依然大家还不知道能力到底是什么 这个 当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惑的时候 后来发现 其实我们公司在 有一个这个人力的 这个能力的模型 然后我可以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介绍技术的时候 跟技术相比 它就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说能力啊文化这些东西 就非常的抽象 那能把这个抽象的问题 已经具体到一些这个点上的 已经是 我觉得能力很好了 然后也是给大家去介绍 虽然这里面的一些东西也是很抽象 但是也希望大家呢 比能力更抽象的去具体的理解一下 它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 这边有自信 自信就是你敢于去挑战更高的目标 能迎正或难不停的前进 而不是总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那就是说你要敢于去做这个复杂 或者厚度的事情 就是想着 我就在这个 有个繁杂的事情里面待着吧 那你能力永远提升不了 然后就是灵活激动 心态开放 你要对新事物有好奇心 并且有主动钻研的这个能力 这个热情 然后愿意改变自己已有的方式 愿意突破自己原有的这个 固有的这种方式和方法 然后分析思考呢 就是有逻辑和有条理的能将问题逐条去解决 并领回新事物的特点 其实这里面就有 我觉得后院的一句话特别重要 就是说你能去领会新事物的特点 其实今天早晨有一个同学 就是她学医的 然后她还去分享了那个做前端的 我刚一来的时候 我们那个同事也是告诉我说 那个女生能力好强 然后其实做前端呢 大家会觉得前端 我不知道这个女生的感受 就是做前端你看她有不同的框架 是吧 你学了这个Vue它有Ingula 你学了Ingula它有React 学了React它又有Vue 然后在这么多框架 甚至它还有很多 这只是很著名的 还有底下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框架 那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学技术很累啊 是吧 我学了这个东西又有新的东西 包括以前说 为什么我不愿意做技术 是因为技术在不断的更新 你只要不学习你就落后了 那我就觉得 那每次我要刚掌握一个框架 再去学一个框架 我也很累 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分析性思维的问题 你再去 你已经掌握了一个框架 你再去学另外一个框架的时候 你的学习方法是跟你上一个框架 完全一样的套路吗 还是说你已经通过 已有了你这些学技术的能力 你掌握到说 新来一个事物的时候 你能怎么快速的拿到它的本质 拿到它的特点 我已经掌握了Ingula 我在去学React的时候 我应该对比着去看 React相对于Ingula的时候 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只要记住这些特点就可以了 你不用说像Ingula那种 学Ingula那种 我要可能代码要从头去开始看 每一步要开始怎么做 不用那样去学新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样子就是加法式的学习 你会越来越累 你会越来 身上感觉越来越沉重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减法学习 这样你可以轻松的潜行 还有就是技术专长 这个就是说过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 但是也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能寻找更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技术专长是你吃纸的 比如说我们做QA 那我们本身QA的这个领域的知识 但是最重点的是你要能用这些知识去解决问题 这才是你能力的体现 这一页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咱俩有没有对那个还不太了解 那大家觉得这些够吗 不够对吧 好 我们还有境界吧 就是说你你掌握了下面 比如说我很自信 我愿意去一个很有挑战的环境下面 我愿意用分析性的思考 我快速地学习到新的东西 我能适应现在这个工作 那么进一步呢 那你适应这个工作 第一是快办的问题 第二是你自己真正能感受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我们还有一些静静的能力 比如说像抽象性思维 我不知道这个在家曾经提到过没 听到过没 抽象思维是说 我们在这个繁杂的事物中 能发现到事物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包括我们刚才去学框架 那框架出现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框架 不用框架我们能实现相关的问题吗 也可以 那为什么要有框架呢 它的意义是什么 那你去学它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我用它 去做一个前端的页面 你为什么要去用它 包括我记得 我当时看那个 学Ruby的时候 Ruby相关的框架也非常多 什么Rails啊 Scenario 还有Grip等等 框架非常多 但是我当时在去看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个学的不是Rails 我当时学的是Wreck Wreck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Ruby这个框架的协议 那我去看了这个东西以后 发现其实这些框架 无非是在follow人家这个pattern的时候 就去玩这个花 其实你知道这个本质了以后 你自己也可以去写一个 如果当你自己都能写出来一个框架的时候 你更没有难度去掌握一个 别人提出来的一个框架了 对吧 就像做我们做前端 我们有Inglub 有Will 有React 你不用这些东西 你去用原生的Driven Scrum 你能写吗 你可以写 而且当你去写那个东西的时候 你是很清晰 中间的步骤到底是什么 那这些框架不非就是 把你这些有些 有些步骤繁散的东西封装好了 让你更好的去用了 那如果说我们再去学习前端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说 我会用Vill 我会用Vill 大一个这样的页面 我会用React 这样的页面 这不就学习 而且你会越来越来越来 因为再出一个新的框架 你又再去学一遍 但是当你掌握了说 这中间有哪些步骤 这个框架是怎么去做的时候 你就可能用一天的时间 就掌握一个新的框架了 对吧 还有一些比较解释 刚才说到这个核心点 还有说能用一个比喻 或者类比的解释一个场景 我记得跟我 我之前没提到说 我这个生活中的沟通 我就觉得我跟 比如说我妈的这个沟通 就觉得 简直沟通得不到一个频率上去 就这个 要不然就是罗斯 要不然他说不到这个点上 然后当我要去给他解释东西的时候 我要如果再给他解释得很繁杂 他就会完全gap不到我要说什么 那就只能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去生活化的事情去给他解释 我记得前两天 就是我们其实之前在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考察说 这个面试的人 你怎么能用 你怎么能给非技术人员解释清楚技术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跟客户去 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去跟客户去解释说 我们要用Spring Boot去做这样的框架 去做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 他不懂啊 他不懂技术啊 你为什么要用Spring Boot Spring Boot是什么 你跟他说 它是一个Java的一个web的应框架 你用这个框架 他可以帮你实现一些底层相关的 比如说HTTV的监听啊 还有这些web的他说 这都是什么东西 然后你会告诉他 换一个人 然后告诉他说 他就像是一个房子的梁和柱子 这样你就可以快速地 把这个房子给打起来 他说好 去用吧 这就是这个抽象思维的能力 包括你平时在跟人沟通的时候也是 现在情况这么复杂 你要去跟别人说的时候 特别是跟一个不了解这个事情的人 去解释的时候 你能用一个很前线 很生活化的例子告诉他 就是你这个抽象思维的断练 然后建立重点 其实这个写了很多话 其实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或你作为一个例子的时候 你要很清晰知道 你们这个团队的目标是什么 那要走的那个目标 就刚刚提到说 他可执行的计划是什么 因为这个目标 其实不是那么好制定的 比如说 我现在来个团队 我的目标是 让他们冲冲亚洲 我的目标是 他们来这种大型的 技术分享会上去分享 好 这是你的目标 但是 你们的公司要求你每天要 每年 你们这团队每年要完成多少的业绩 那你这个定力的这个目标 就非常的不合适了 那你们的 可能你们的公司说 你要给我完成多少的业绩 但是你们呢 可能一些市场的部门说 你们还要出去 都要去讲这个 嗯 我们要增加我们这个外部影响力嘛 那你作为这个 团队的这个管理人员 你就要知道你们 合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以及你们现在团队中存在什么问题 而且这些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嘛 但你要能发现 你要我们也要能发现 我们现在 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下一个大方向 应该是往哪里走 那就是有顺服力的沟通 刚才我一提到过 就是我跟别人在沟通的时候 我可能说很多人 觉得人家听懂了 人家后来说个谢谢 然后 其实也 人家也更不同意 人家也不会去落实 那包括还有一种 你比如说我做这个 最后 我现在做的这个岗位 我经常要跟他说 你能不能明天去出产 可以 可以 你太好说话了 然后这个同事 他家里他老婆 刚生孩子嘛 你能不能去出产 下星期可能可以 你不能太好说话了 然后就比如说像那种 但是我不能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 因为通常这个家庭的原因 我们还是会特殊考虑的 他比如说 你是一个 他是一个开发 然后我想让他去做 QA的工作 然后我会怎么就跟他说呢 那 你是开发的吧 我用几个例子 你是开发 你能不能明天去想想做QA 不行 行 好吧 那我以前的沟通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我会觉得这个 我会跟他讲 最终的结果他可能就去了 那到底是怎么讲呢 我其实现在我也不可能 今天一个小时分享 就能让你们做到这些事情 我现在也不完全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只是一个 只是提出来了一个点 因为后面也会有一些推荐的书籍 包括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不是一本书能解决 甚至不是一系列的书能解决到 这个 以前我在工程师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去沟通经厂的时候 哎 你能不能去干个什么 他说不行 那我去沟通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说 那我有这样的想法 我会跟他说 那这个做QA 可能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比如说 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工作 是大数据商务人工智能的 你可以去参与这样 你可以先了解 你愿意去吗 考虑考虑 对 考虑考虑看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 就是 你这个有税 怎么去有税贵类的沟通 然后 让人家真正能 同意你想要说的 甚至 人家本来是想想往这里走 但是你要想让他往这走 你怎么能给他 好好的沟通 让他就往这里走 大家都明白吧 就我想让你干一件事情 其实你这个时候是不愿意干的 但你最后我跟你说 说完了 你就愿意去干了 这就是也是一种能力 我前一阵 我女儿不上一二名吗 然后本来我们都抱好了 那老师有些奶茶话跟我说 这个 班上不了了 三月份的班 我本来打班上三月份的班了 然后他说 三月份的班上不了了 然后这个 这个人 就是这个三月份的人也没凑齐 然后 那就上不了了 那之后呢 九月分段他说 这个还要再看 那这个 情况就很危机啊 因为我们 我们拒绝了其他的幼儿园 你这样子再把我们爽下了 我们 这个就没学上了 那 以我一切的性格 可能会跟人家吵一架 但实际上吵一架的结果 人家不会让你上九月份的班了 对吧 你这个让人家变得不爽 人家让谁上班 让人上 然后去好好的去找他沟通 我说你看这个孩子 本来三月份都已经把那个班也给拒绝了 你说这样子 这孩子现在也没有去得上了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样的方法嘛 然后他就说 那你要不去上个早教班吧 然后 完了也有批有名 我说可以啊 我说前不是问题 让那孩子能上学就行 我们也很喜欢您这个幼儿园了 然后后来呢 老师过来看他电话说 不用去上早教班 他也可以上九月份的班 我觉得这个能力就是 这方面能力不但在工作上用 在生活上也可以用的很好的 用好的 在对你生活上帮助也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其实本来的主题是说 这个想讲这个如何从技术走向管理 但是我也前面很讨巧的家里 我 我是如何从技术走向管理的 其实我也不是想说 通过这个今天这个分享 能告诉大家 这个技术是什么样的 管理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怎么去 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 其实不是 而是我通过这个过程 我感受到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其实感受到就是这个 其实技术和管理 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都是一件事情 只是它具体的细节不一样 那么重要的是 在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过程中 要能锻炼你的 你的能力 能力就是刚才所说的 至少那六个维度里面的能力 那么有了这个能力以后呢 不管是你的生活 还是你的工作 都可以让你轻装的去前行 不知道大家能盖 能现在盖得到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吗 然后 所以这就可能是我 我总结的 还是我说的 就是 我觉得能力可以让你勇敢去做任何的事情 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 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很困扰的说 那我能力强 我在技术上面 我能做到什么样呢 那我在观众上 我能做到什么样呢 有一个图 分享一下 这个图 其实是我们公司的这个职业发展路线 当然它也是 我觉得它也 因为我也在别的这个IT公司待过 我觉得它也大概能覆盖 我们整个这个IT行业里面 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相关的角色是什么 然后如果 大家能看清楚 周中间有虚线 大家看清楚了吗 这个虚线 其实可能 我觉得是 当时做这个PPT的人 根据以往的大多数的这种 这种人的这个职业发展路线 画了一个图 比如说从开发 做的这个听力的 或者做的太克力的 然后最终的出口是一个技术牛人 但是你看 这是大多数的一个 一个这个这个 一个发展的路线 那你看 作为我们一个QA 就是我 包括我最初参加工作的时候 这个QA 它是一个孤立的节点 对吧 那 就是在大多数的意识下面 就是从一开发开始 你可以做成一个技术牛人 那我们QA呢 那我现在就是用我自己的切身经验 我可以给这里再画一条线 对吧 那我最终也 也有可能从一个QA 变成了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 甚至中国去的负责人 也可能变成一个技术牛人 这个就是我觉得 可以勇敢去尝 这个就是我的自信 你要勇敢地在这张图上去尝试不同的角色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不管你现在做的是什么样的角色 一定要记在我们所说的那个能力 因为当你能力强了 这张图里面的任何角色 你就可以去尝试 那我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从之前的测试做到开发 做到这两个角色 我现在说不上是办公室的负责人 但是也是最累的吧 然后那下一个我可能会做什么呢 其实我刚开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这个角色是勇敢 就是很多人会问 那你两年以后做什么 我也会问我 当时找我去做这个角色的人 那我两年之后能做什么 他说可以做很多啊 像这个项目负责人啊 也有中国去负责人啊 但是可能做不回技术了 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 其实我由于没有来尝试这个角色的 我第一次是拒绝的 然后觉得做不成技术了 那我 那我之前这个不是白费的吗 后来就是我现在感受 我为什么不能再去做回技术 我可能这个角色做完了以后 我依然在做这个一个 甚至我可能还会回去写代码 我也可以去做一个团队的TP 就是technic principle 什么技术都可以尝试啊 对吧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其实做技术做管理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们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 都需要的是你那个能力 你只要这个能力有了 为什么我不可以再回去做这个开发 为什么我不可以再做技术相关呢 我可以在这个上面随便画我的图 我甚至还可以去做设计师 这个其实说到这个问题 就我其实到现在这个 从我工作从学习啊上大学 到现在工作 其实我有几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就是我没有美感 就是我长成这样 然后我穿衣服穿成这样 都可以体现到上来 然后这个我也一直美术也不好 没有 就今天早晨有一个做UX的同学问我呢 然后我说其实这别的角色我都很了解 除了这个设计师我不了解 这是个玩笑 就是 第二个就是 我有三个遗憾 第一个遗憾是 我没有美感啊 就是美术也没学好 第二个遗憾是 我没有好好写作文 包括我现在有时候说的 说的话很啰嗦呀 这个 我觉得都是当年写作文的时候 忽略了就是 我觉得 因为我刚提到嘛 我是一个语文和英语很差的 一个理科生 然后还有第三个点 第三个遗憾的点 就是我爱看书 其实我之前 从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不爱看小说 这些都不爱看 我当时还有一点骄傲 就是说 我不爱看这些书 我要看我只看技术相关的书 那这里给大家一个建议 因为这里也许有 也有这种很年轻的这个 这个怎么说的 朋友吧 爱看书这件事情 不是说 我说出来要说的 我有多牛 而是 它是造就一个人格局的 一种方式 那这个爱看书 不是说 我就爱看小说 但是你在小说上 可以感悟不同的人生 也是挺好 但是这个 爱看书 你可以看很多样的书 包括有时候 我们现在 因为也有一些有小孩子 这个 这个 他们以后上学 可以多看一些不同的书 比如人文啊 地理啊 政治啊 历史啊 这些以前觉得政治啊 女生没有关系 但它确实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格局 形成一个人的想法 是挺好的 然后说到书这件事 也给大家听见三本书 然后 这个可能跟以前的这种分享不一样吧 就是说 以前的分享说 我给你看一个 对 我觉得这个 从我刚开始的工作的时候 我看了说什么 从渣瓦中门到精通啊 然后什么进阶版渣瓦呀 然后 但后来慢慢觉得 最近看了书 就不是这些很具体的这种书 就是我刚提到这种 增强你能力的这种书 我记得那天我们有一个 领导在分享的时候说 我们公司有一个很资深很资深的一个 一个咨询师 然后他 他现在看什么说 他不会 他 你猜他在看什么说 他是一个很资深人子很资深的 你跟我说是 什么力量 搞技术的 像是一种 心理学啊 心理学啊 像那些很经理的论语啊 像那些很经理的论语啊 三子军团那些 嗯 看经济是吧 大家看哲学 而他看的是哲学的论文 所以我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现在能感受 我前面说 Pulia 跟我当时听到这个话 有一样的感受 就是我们经常就看 我看这个 从扎尔 从日文到精通 盖他到这些知识点 和我先去看哲学 对我这种思考方式啊 做事方式啊 这些带来的 就出动 是不一样的 你从扎尔 从日文到精通 你盖他到这些知识 你看这种哲学啊 包括 没有哲学 但经历那么高 去看看这些书 它影响着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能力 这个能力 所以不仅 适用你的工作 也适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所以在这里 不知道我今天的分享到底 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做这种 感觉很抽象的这种分享 之前可能就给大家去讲 怎么去Python呢 然后今天去做这样的分享 我是希望 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些想法 就一些新的这种想法 和以前不一样的 也是可以祝愿大家 可以都变成那个 别人家的小孩 做一个聪明有能力的人 这样子 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都可以轻装的前行 好 谢谢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直接说 没有没有问题 刚才你提到的一个 就是团队目标 这么一个事 就是 跟我也是个 新闻医师 一个小经理 然后 下面也有几个人 但是我给他们提的这些目标 我感觉这些人 怎么说呢 总是做不到 就是会提到的目标 就是总是做不到 然后我心里就想 是不是他们 是我提的这个目标的问题 或者是 他们对我这个目标 认可的一个问题 就是 你怎么去判断 就是你安排下去的这个目标 他们下面是否会认可你的这个目标 嗯 我们在接受那个培训的时候 有句话我觉得也很 让我们自己印象深刻 就是 他要做的事情 从他嘴里面说出来 实行度就会很高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 如果你可以让他 就 你有一个你的目标 你现在是买你的 我现在 我们看一下那页头 啊 这一下 你刚才那个方式 你确实是就买那只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其实 你作为一个这个TL 但是实际上我们想要做的是个TL 不是 仅仅是这个Manager 那这里面有几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说 就是你 你刚才说是你在下方目标 那其实你 你在下方任务 对吧 你实际上你有一个自己的目标 如果这个目标是确实没有问题 其实每个人 他自己的任务 如果是他可以自己去说出来 他的执行度都很高 你也不用去考虑说 你你你你认不认不 我给你说的 第二就是 你做不到会怎么办 就是就是你扣成问题 他要想做 你也在你们任务的情况下 他要从这里 要走到这里 结果他 你万一他现在怎样走到这 那他走 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 走到那里 原因是什么 可以帮他去分析 其实我当时我记得我 我刚做这个TL的时候 我去跟那家交通 我很不喜欢跟那家交通 第一个我就觉得 我不善于跟那家交通 第二个是 我能教人家什么呢 我自己好像也没抢到哪里去 我也是个技术女 人家如果机场有困惑 我也会怎么样 那你就有一句话 刘翔的交易 有刘翔跑得快吗 你敢问一下吧 对 所以这个 后来去跟人交通 就觉得 我去跟人交通的时候 包括他才提到 我跟人家说了一个小时 50分钟都是我在说 后来是不是人家说了个谢谢 这就是一个不好的这种沟通 可以去看看这个 刚才推荐的几本书里面 还有问题吗 我跟RM有关吗 其实你刚才说了就是 中国是在把这个人 在这边放在装置的位置上 但是我有问题就是说 第一是你怎么样出去做这个事情 第二就是 在做这个时候 你是以一个 就是 你对公司还是以这种 客户管理的一道价 你不是给产品交货一道价 在这种 像是说 你是怎么样出去做这个事情 更多的是考项目,还是更多的考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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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 其实我当时来的时候也没有人跟我说对的 因为其实对的人放到对的项目上是对的时间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对吧? 包括你刚才说我有个人诉求和这个公司以业务为导项 或者以家人为导项,以那个客户为导项都是不会毛组的矛盾呢 我觉得第一个,以客户为导,就是你刚提到 就是以客户,以客户满意度为导项和以这个项目 产品交付为导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 因为如果客户不满意啊,你这个做得不好了 你们后续发工的钱从哪来呢,是不是? 那提到就是刚才说我怎么去做这个平衡呢 就我都会考虑点一些呢,这也是我自己怎么结出来的 也没有人告诉我是要破坏这个Python 第一个,就是我们业务的需求 因为没有业务,你不能完成这个业务 我们没有中资法,对吧? 第二个是你人员目前的能力 是不是你能胜任这个工作 如果说你差得很远,我把你放上去 你也很痛苦,业务也完成不了 这是不好的 第三个是个人的诉求 这三个是一个平衡 就是你个人诉求,你有什么样的诉求 比如说我有做前端的诉求 还是我有做后端的诉求 还是我有不出差的诉求 这个诉求是最后的平衡 可能刚才提到家庭的这个问题 我们很少说 因为这有硬性的 就跟人家说把人家掰扯了 说你必须去出差 因为那个家庭的这个我们一想努力 努力不来的 比如说要主生孩子了 不知道什么的 然后怎么去做这个平衡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 我把它放在一个项目上 我也不完 就是这是三个的一个平衡 我每次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可能都有一个占比 比如说业务占了40% 然后个人能力占了50% 然后个人的诉求占了50% 哎,剩10了是吧 就这个每次这个比三个比例 是动态去调整的 那如果现在有的血 那我们是不是就满足人家这位同学的诉求了 是不是 嗯 我回答满意吗 谢谢 而且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 令人幸福的工作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讲的好啊 人家本来不愿意去 人家还高高兴兴的去了 还有一个是人家哭着去了 是吧 你怎么能让人家高高兴兴去了 这时候也是领留我的能力 那首先我觉得 最初的那个想法是说 我是来帮你的 我也是帮你成长的 我也是来帮助这个向他好来 我都不是来害你 我都不是 对吧 首先让大家这个基调是一样的 我也不是来命令你 你必须要去 是不是 还有吗 就是 比如说当你下面有几个人 然后目前你们的项目 可能就是人员需求不是很多 那这个时候 他们这些可能比较闲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会没有安全感 就比如说暂时没有什么问题 叫装机的工作 那这个时候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安排呢 看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人会闲着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风险 风险意识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是说 今天你这项目结束了 然后下一个项目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项目是什么时候 其实那也有可能是两个月之后 也有可能是几天之后 那几天之后还OK 那两个月之后怎么办 第一个 我不会在这个时候点才去看这个的 我是要提前就做计划 这就是风险意识 对吧 就是我是全盘来看的 我不是说每个人 他到底是个时间点 等到不得不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才去做 让这件事情发生 那计划是什么 计划就是我会提前靠你这些事情 对吧 是不是也会坚持到 市场上面的一些 对 说得很 对 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如果说这个 比如说最近如果说这个业务需求很茂盛了 很旺盛的话 但这种可能性发生会比较少 那比如说业务就是没有发生的 那首先你要提前看 那这些人我们也有 你说我给一个人去想办法 一天能想出来的办法和一个月去想的办法 是不是肯定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让这个时间免长 所以这就是计划 那第二个就是真的要实在没办法 那方法就要很多啊 比如说没有时间那么累不像吗 那实在不行 你看你累上不像那么累 要不要休几天假呀 其实今天早晨有一个同学问了 接什么PL或BA什么在干什么事情 是不是 那个同学还在吗 就是其实我们公司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像业务分析师他就是BA 还有像那个项目经理就是对应的PL 所以角色其实非常多 老师你问了一个什么 有哪些角色是吧 他就是说关于我们BA和测试的那个相互配合 然后这里面我也问了 这个BA的这个发展路线 一定要看P条线的接触和TL 是分别的方式吗 所以我刚才就提到了嘛 我的这个发展路线也没在这个 也没在这个总部上 你可以自己随便走 甚至有BA 我们就我切身经历就包括我们现在 先的这个办公室的总经理 就是从BA做到这个办公室的总经理的 他就是从 其实我给你绘制一下他的图 他这里面也没有他的会中心 他是从开发 走到了BA 然后直接 然后到了项目经理 然后直接走到了 不是中国区负责人 他是这样的 他是从开发做到了业务分析师 然后做到了项目经理 要回去做了办公室负责人 就这么多坑 你可以随便去走 你只要有了 你不尝试去做任何事情 我下部要去哪里 不重要 只有我的钱多 我就去这个职位上 对吧 不用想那么多 你做什么都可以 嗯 所以我这儿爱与你 我们的故事 这里面有很多个岗队 然后分成自己的 当下的能力 或者未来想去 我们的能力 然后进行调试 是吧 那么 我不知道最近的时候 我们就是想走到一个工地地的 他自己的这个故事 一道也就是 指导人就是我 指导人就是我 其实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我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未留下什么样的能力 其实不是我这点小初初的主题 我想初初的主题 是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程度上 你都可以去锻炼那个能力 而当你那个能力有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 你甚至不需要有别话 因为随着你做一个事情以后 你的眼界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当时做DAV的时候 我根本解释不清楚这个图上面 所有人要做什么的事情 然后当我现在做这个resource manager的时候 我现在了解了其他人 有什么样的可能 那我就可以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有变化了 想着那我要不要去做个项目经理 因为我以前 不是做项目经理 比如说什么 必有负责人啊 就是我以前在做DAV的时候 没有想 没有眼界所知道的这个东西 因为你做DAV的时候 你可能知道 那我下一步要不要去做个team lead 或者take lead 或者是这个相机 lead 那也许好像都不感兴趣 那也可能是你的眼界的问题 就当你去尝试 再去做一个角色的时候 你可能随着你眼界的宽 你会知道 还有那么些别的东西 那你也去尝试啊 都不要害怕 都去尝试 那你能力有了 你也可以做得很好 是他做不好 不许再做QV的玩弹 对吧 怕什么 对 对 然后你说指导人这个事情 就是 那你看 以前做DAV的时候 他可能指导人是他的这个听力的吧 那听力的 其实他能知道多少 他可能都把他知道的这些 可能告诉你啊 你可以再去尝试做个什么 那 当知道这个QV 他就可以帮你看你现在这个状态 和你的诉求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做的这个 开发这个 那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难度 我觉得没有什么进展 好 给你换个更难的项目 然后换个更难的项目呢 就发现我这个 我觉得跟客户沟通 这个我也很差 我也 或者我还很想做这样的事情 可以啊 你可以去尝试做个项目经理 跟客户去做个沟通 就可以有很多沟通呢 那你可以 你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就我通常做的 最低端是给你换个项目 然后也给别人有过这种角色 上面找到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 有一些我们做QA的同学 我都这个 我觉得对需求也挺好 因为毕竟我们做QA的时候 也是我也要掌握需求 然后我用我的需求的理解 理解力去跟他现在做这个代码 实现的这个功能 去做一个这个对比 看差异在哪里 那我对这个业务分析也挺难 所以你可以去做业务分析师 对吧 那我觉得 你看我像我以前 我觉得代码挺好玩的 那我对这个QA 是不是可以建议 你时候可以长期去做开发 嗯 其实现在一般就是 一些女性的 我们知道的是吧 尤其是小先进入一点的话 对这些的年龄 有些的要求 年龄嘛 对一些的年龄 对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刚才回到 我第二一题 就是现在这个 为什么女性错业 人数会这么少 这个是一个很 多的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 我觉得以我一己之为 而什么也不好解决 但是我觉得 在我们公司好一点 就是公平公正 然后我们看能力 这些都 都是参考逆举 所以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想就是 关于这一块的话 就是 关于那女性方面 整块重座 不知道那个啥 其他部分 这一块重座 是最好的吗 因为其实在女性这块 里面就从女性这一块 里面就从女性这一块 对其实 我的时间是不是 招了有点太多 我还能说吗 嗯 好就是说到 女性的这个地方 其实 女性为什么占比这么少 跟一些社会的偏见 包括现在社会的一个 环境 这个环境就是说 现在你看我们以前 什么托儿所啊 幼儿园 托儿肌的东西 开始逐渐的没有了 那包括人口 这个老龄化 就需要这个女性回归家庭 那么也是导致 就是我们从业这个 比例也很 很低的原因 那那么 还有一部分呢 就说因为这个社会片 简直到我曾经就 校招的时候 也有很多女生告诉我 就不适合写代码 然后 我觉得 呃 一方面有两个原因嘛 第一方面 确实人家的那个事 本人也不喜欢 第二方面是说 她不知道 公司来公司以后 写代码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公司有 我们公司当然没有针对这个 社交 我们针对那个校 学校的毕业生 呃不是毕业生 是在校生的女生 我们有 每年都会有一个活动 然后就是我们这些 也有的这些工程师 都会去当志愿者 和她一起去配 然后去做一个 比如说 像我们有很多 比如说像那个 Rail Scores的 还有什么 Devil Scores的 就是我先给大家 讲一讲这个知识 讲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然后每个人就是这样 配的形式 比如说她是一个 在校女先生 然后我跟她一起配 然后我可以随时解答 她的各种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做出来 这个Demo 然后去 showcase 让大家去体验说 呃 你以后工作以后 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进入这个机会 告诉我你是有能力做到的 增强你这个自信心 嗯 然后包括 像我们 也很关注女生的这个 具体的情况 比如说我就是要生孩子 是吧 我生孩子活到以后 我还有哺乳期是吧 那我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都会很招呼 比如说你有 你有哺乳架啊 我们以后跟着你这个身体情况 去给你安排合适的项目 对吧 你不可能说 给人家搞一个出差的 人家还在喂孩子 你给人家出差去外面去 然后会对女生有这种关注 呃 还有就是像我们在每次这种 呃 不管是竞选核心角色 还是这种领导力的时候 我们就考量 会考量这个男女比例 这个比例 从我们笑招的时候 我们就会坚持一比一 比如说我们曾经要招五个男生 呃 招了十个男生 五个女生 我们就把那剩下五个男生砍掉了 嗯 但是 然后我们其实我们 对我们在竞选那些核心的角色的时候 然后也会去考虑 是不是有充裕的 这个女性的人来 作为这个 怎么说 candidate 就是这个候选人 然后会先考虑 如果说全是男 然后那个 评委会就会说 那你 为什么没有女生呢 然后就会去 这样去关注 当然 重点是我们关注女性 但不歧视男性 哈哈 对 好 行 走过这件事 谢谢 还有吗 其实 我不想耽误开场的时间 因为我一会儿还会在后面 如果一会儿结束了 人家还有问题 可以来找我 嗯 如果有想来对我们的公司有兴趣的 可以过来找我 哈哈 哈哈 谢谢 谢谢